1905年6月13日晚上 澳門校環內港天空 星光陰陰 閃聲海在一湖水上人家誕生 外公和母親時常對她 哼唱粵語歌謠,鼎硬上 你叫你窮呀,鼎硬上 你叫你窮呀,鼎硬上 這首在苦力階層全唱的歌謠 涵養了閃聲海的心志 伴隨著她的成長 閃聲海六歲的時候 外公過了身 母親帶她離開澳門 到新加坡另謀生計 閃聲海進入新加坡養證學校 做工讀生,並開始學習管樂 1921年,她回到廣州升學 為追求專業的音樂教育 她先後前往北京、上海求學 但因政策問題,無奈中斷 國內的逆境 阻擋不到閃聲海對理想的追求 1929年,她遠赴法國勤工劍學 善後於巴黎聖詠學院 巴黎國立音樂學院 學習作曲和指揮 1935年,閃聲海畢業了 滿懷抱負回國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禍 閃聲海對祖國的危難感同身受 她偽然加入上海畫劇界救忙協會 戰士移動演劇第二隊 創作大量救忙歌曲 冒著戰火到各地宣傳抗日 第二年,閃聲海收到 老順藝術學院音樂系邀請 前往延安教學 在延安的生活 深刻地啟發了閃聲海的思想 激發了她的鬥志和熱情 1939年,她在延安的搖動裡 六日六夜,不眠不休地 創作了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氣壯山河 唱出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精神 唱出了保衛祖國的堅強信念 很快地傳遍了整個中國 1940年,閃聲海獲派往蘇聯 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額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炮火燒煙,交通中途 閃聲海無法歸向 在國外,長期的困苦和磨難激倒了她 她在醫院寫下最後一部作品 《中國狂想曲》 寄託著對祖國和親人的深深思念 1945年10月30日 閃聲海在莫斯科病逝 閃聲海一生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 她的作品全唱至今,廣受人民的喜愛 這位人民音樂家的音樂和精神 將永遠傳承下去 中文字幕提供